而最近南投日月潭冒出了泥漿 就有民眾質疑 台鐵是引用了這個混濁水來發電 恐怕會導致日月潭淤積 不對此呢 台鐵也解釋了 說這是引水道排氣 擾動潭底的淤沙 而出現的湧泉現象 並非是上游帶來的泥沙 泥水滾滾不斷 從日月潭底噴發 最高有一公尺那麼高 掀起陣陣水花 哗啦哗啦响聲勢驚人 也讓周圍湖水變得混濁 從空中往下看 污水不斷向外擴張 就要入侵主潭面 污染面積相當大 日月潭泥水大噴發 就位在潭邊大竹湖水鳥公園 來自上游五屆坝的水 經過15公里長的飲水道 從這裡鑄水入潭 颱風過後水源混濁 有民眾質疑 說要暫停飲水的台電 又偷偷引進了混濁的水 八電污染了日月潭 目前五屆坝取進來的水質 都是符合標準的 那因為經過四天的一個時間 沒有取水 所以說那周邊的一些 底泥的部分都已經沉澱了 形成一個角度一個情形 所以說會有水混濁一個情形 台電強調 潭區上週末就暫停取水 五屆坝的水經過幾天沉澱靜置 前天才開始重新注入 但因為通過引水道取水 避免大量水流進入隧道 造成管道真空負壓 影響結構安全 引水時出水口設置的排氣孔 就會噴出空氣 導致潭底原本的泥沙攪洞 不是飲用混濁水 排氣完靜置一段時間 日月潭就能恢復原本的水色 記者衛少女南投報道